请听题 年糕是一种吉利化 常用来 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 A.表演 B.表达 C.表面 D.表示 好的 正确答案是D.表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每一个选项的意思吧 好的 很多学生不知道 表示和表达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点学习一下吧 首先表达后面常常直接加名词 比如说 我不能表达对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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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说 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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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还有一个用法 所以表达的后边不能直接加动词 什么人表达 常常加名词 但是表达的后边可以加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说 表示希望 希望是一个动词 表示希望 表示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比一年高 那么 表示的常用词组有哪些呢 表示支持 表示支持 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表示同意 表示同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表示 而不选择表达 好的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吧 年高是一种吉利化 表示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 年高是一种吉利化 表示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 年高 年高是一种吉利化 表示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年比一年高 我们再看一下表演的用法 表演有两个用法 作为动词 表演 他表演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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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作为名词 歌舞表演 歌舞表演 体育表演 体育表演 杂技表演 杂技表演 大家明白了吗 最后一个词表面 那么常用词组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说 粗糙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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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滑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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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说 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表面 好的 今天我们一共学习了四个词 表演 表达 表面 表示 要是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话 请留言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